各個各個測試的內容 又是很危險的 才能入口駐 它是釀製的 兩種三種狀況 這就是艦朗艇 的一定要, 來讓我看看 她是一個 從來 講到這個 那麼SS Treatment 是什麼東西呢 SS Annual 又是什麼東西 當我們講到這個SS Treatment 的時候 DN 平方合的時候 怎麼說 它是怎麼樣 假設我們對面Y bar 的族群在的時候 它的平均值是Nu Varus 是Npc sigma 平方合的時候 假設我們的黑格是從這樣子相同的族群來的 如果它來自同一個族群的時候 也就是說什麼 Nu 1 等於Nu 2 到Nu 3 的時候 而且呢 Varus 是相同的的時候 假如我們所做實驗的Keg treatment 它所來自的族群是相同的的時候 很快的就可以發現怎麼樣 對於這個樣本 我們可以用這個樣本的什麼 來計算它的Sy bar 的平方 來估計誰 估計是這個N分之Sigma 平方 對不對 怎麼樣來估計呢 Sy bar 平方怎麼算呢 這樣子根據 Yi 減叫Y bar 平方 這個是什麼I 等於1到K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用它來估計誰 N分之Sigma 平方 是不是 我們假如把他左右都乘上NK-1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他變成是怎樣的呢 N的YI-YBB的比方 I1到K 是用來估計誰的 K-1個比方的 沒有那樣子的 那這個是誰 這個就是我們的SS treatment 假如我們把SS treatment除上它的DVL freedom 記得上禮拜有提過嗎 它的DVL freedom是誰?K-1 所以我們把它印除了以後 就變成是甚麼 這個值除上K-1的以後 就是來估計這個Sigma平方的 就是假若這個成立者的時候 那我們上個禮拜最後舉了一個例子講 假若他不成立者的時候 他這個不成立 只有這個成立 他不成立的時候 那所來自的K-1是不同的的時候 那怎麼樣子呢? 那時候我們說怎麼樣? 這個SY大平方 不再只是來估計它 還多了一個什麼? 多了一個這個 U的不同 也就是說呢 我所來自的這個K的樣本 所來自的K的族群 不完全相同的時候 那麼他就要把這個 這幾個μ的變異 加到這個裡面 了解嗎? 這個μ是什麼東西? 就是Sigmaμ的平方 是等於什麼? 這些的μ減掉它的平均值之間的變異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族群的DVLVD 類似這樣子的 也就是說 這個是在看μ之間的不同的 這個叫做μ的變異 所以它其實是應該要 是SY大平方 是這樣的一個估計值 但是假若呢 這幾個μ都是相同的的時候 這個值就變成是什麼? 是等於0的 對不對? 了解嗎? 也就是說呢 假若這個成立的的時候 那麼這幾個 這個μ的SY大平方 就變成0的 那這個假若變成0的的時候 我們剛剛的這個就成立 那假若這個 這個不是0的的時候呢 這個不成立 這個平均值不相同的時候 這個應該就是變成這樣 對不對?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我們這個MST的的時候 其實是用來估計 什麼? 估計 SY大平方加N的這個東西 這是我們上個禮拜 到最後面所提到的一個東西 那相對的呢 我們的MST是來估計 什麼東西的? SY大平方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MST為什麼估計 SY大平方還記得嗎? 我們說每一個TREATMENT 每一個TREATMENT 每一個TREATMENT 它假如都可以算一個S平方 S平方 假若呢 這所來自的這個 這個P個讀取的S平方 的S平方都相同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這些S平方 來算一個平均值 來估計這個共同的SY大平方 來估計共同的SY大平方的時候 就是用這些S平方的估計值 所以就把這些K的比S平方 把它加起來 從上去 這樣來估計它 對不對? 如果什麼東西呢?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來估計它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的話 其實就是什麼? 我們把它展開來的時候 是什麼東西? SY的平方就是什麼? 你一個的時候 是YIZ-Yi的平方 J從1到N 除以N前提 這個是I從1到N 除以K 是用來估計SY大平方 對不對? 上個禮拜 講到股內平方合的時候 是這樣 所以我們把左右兩個 都乘上K的N-1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左邊這邊 正好是什麼東西呢? SSL 對不對? 所以SSL 是來估計誰的? K N-1 SY大平方 所以SSL 這個是SSL 對不對? SSL 是來估計 KN-1的SY大平方 那我們假如 如果SSL 除上它 你不要扶的 正好是KN-1的時候 就變成什麼東西? 變成MSL 對不對? 所以MSL 就用來估計誰? 大家左右都處理KN-1 用來估計SY大平方 所以這是我們這邊所講的 MSL是用來估計SY大平方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所以這兩個 都是可以用來估計SY大平方 假若這個平均值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從這邊繼續往下講 上個禮拜 我們大致是講到這邊 接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談到是什麼東西 上次有特別提醒大家 這些MS都是什麼? 都是S平方 對不對? 所有的S平方都可以寫上MS 就是一樣的符號 對不對? 那所謂的這個F-test是怎麼樣? F-test是說怎麼樣? 假如有兩個樣本 所來自的族群的 假如有兩個樣本 那所來自的族群的 Sigma平方是相同的的時候 那麼我們可以用這兩個樣本 S平方相除 那麼這兩個樣本 這個S平方相除的話 那麼這兩個樣本 就應該會 F-test就是這樣子 那兩個樣本 所來自的族群的 Sigma平方都相同 有共同的Sigma平方的時候 那麼我們可以用這兩個樣本 S平方相除就是一個F-test 那麼假如是這樣子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出來是怎麼樣 假設我們這個等於0 如果呢 我們的這個東西等於0 這個等於0 這個等於0表示什麼? 就是我的K個 所來自的 這K個樣本 所來自的族群的M 都相等的話 都相等的話 那麼這個就是等於0 了解的話 就是相當於是什麼東西? U1等於μ2等於 你直到μK 假若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那就是這個等於0 那麼這個等於0的時候呢 我們的MST 就是只用來估計誰的? Sigma平方 對不對? 那MST沒有改變 還是用來估計Sigma平方 所以呢 這樣子的時候呢 這個是等於一個S平方 這也是一個S平方 這兩個S平方 在估計共同Sigma平方的時候 所以我們用這兩個S平方來相處 應該會follow什麼? F3U3 對不對? 就是我剛剛之前講 它應該會follow F3U3 這樣了解嗎? 好 那假若這個不成立呢 這個不成立的意思是表示什麼? 就是說 這些平均值呢 至少有一個是不一樣的 跟其他人不一樣 那麼這個值呢 就會怎麼樣? 不僅是不等於0 而且是大於0 對不對? 因為Virus 只會是正的值 對不對? 都是平方向 但是只會是正的值 這個值一定會大於0的時候呢 所以呢 MST的話 它就是來估計這個東西 對不對? 這個值一定會大於0的時候呢 所以這個值呢 MST的值就會怎麼樣? 就會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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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起來 對不對? 那它一大起來的話 主引MST的時候 就會怎麼樣? 就會落到F distribution的怎麼樣? 比較大的值 這個值是不是就大起來了? 所以就跑到F distribution的右邊這邊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就倒過來看 假若我們的數據呢 用MST除以MSE 是跑到右邊這邊來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說怎麼樣子 就說這個F值很大 跑到右邊來的時候 我們就說 喔!好! 這個MST遠遠大於MSE的意思 那表示 為什麼MST會遠遠大於MSE 就是 這一個是不等於0的嗎? 那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樣子 它是怎麼樣? 至少有一個不存在 所以不相同的嗎? 至少有一個平均值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 這個Sigma mu平方是大於0的 這樣的狀況 所以是從這個大於0 這個很大的時候 就表示呢 這個是大於0的 不是等於0的 那這個是大於0的的時候呢 就這樣子來看說 喔!原來平均值是不完全相同的 所以這個就是大於0的 那當然這邊呢 有一個什麼樣的訣竅 欸! 我這邊有一個N在這裡 對不對? 假如說什麼? 假如我N比較大的的時候呢 我這個式子 是不是就比較敏感一點? 也就是說呢 我的MU呢 有一點點不同的時候呢 這個Sigma mu平方 有一點點不同 大起來的時候 我乘上一個N 就怎麼樣? 很容易就擴大起來了 所以在這裡就很容易顯現出來了 那這個N是什麼? 你做實驗的時候 這個treatment的 什麼東西? replication 對不對? 它的重複 所以做實驗的時候不要偷懶 重複要做得夠多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你N越大的的時候呢 你這個Sigma mu平方 一呈現它不是等於0的時候 很快的一呈上這個數值的時候呢 它就怎麼樣? 很快的顯現出來 那是大的 然後呢 一出冷 就很快的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上一次到最後裡面 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的那個alpha呢 不管是0.05或0.01 在這裡呢 都放在哪裡? 都放在右尾 只放在右邊呢 不要把它分成兩邊 這個F-test跟前面所講的那個F-test 在test兩個圖群的virus 是不是相同的時候 這樣的Null Hypocess 是不一樣的 這個Null Hypocess的話 會按照我們的HA 然後決定把R-HWA 放在一個尾巴 或兩個尾巴等等的 但是在做anova的時候呢 請你一定怎麼樣的 一定把它全部放在右尾 而且為什麼一定放在右尾呢 因為呢 那我一定把這個MSD放在分子 我的MSD一定放在分子 MS1放在分母 所以這個放在分子的話 它比它大得的時候 一定跑到六文去 那你就說 那我的MSD要是比MS1來得小呢 有沒有這個可能 有啊 MSD比MS1來得小的時候怎麼樣 還是表示說這個 這個還是等於0 還是這個平方是等於0 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 這是一個Sigma平方的估計值 它也是 MS1也是一個Sigma平方的估計值 它這兩個同時是Sigma平方的估計值 有沒有可能它比它想有啊 也就是同一個族群 同樣的Sigma平方取出來 然後 有沒有可能一個比另外一個小 有可能 所以當它比它小的時候 還是接受了說 這一項還是等於0 這樣了解嗎 所以跑到這裡來的時候 還是接受說 這個 所有的命是相同的 只有跑到這裡來的時候 才是表示說 喔 這一項不等於0 那 這樣子的結論 這樣了解嗎 所以它的邏輯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呢 當我們做的的時候呢 就可以看到 我們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東西 前面講到了 我們把它分成這樣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出來就會有一個 ANOVA Table ANOVA Table裡面呢 我們要算什麼呢 這個SOV 叫做是什麼 Source of Variation 對不對 Source of Variation 主要就是看我們的 model裡面 有哪些群眾情報 有Total 有Treatment 有ARO 所以我們這邊呢 就是放了什麼 Treatment 還有ARO 還有Total 在這裡 然後呢 每一項呢 Variation 把它分別計算出來 就是它的Source of Square 那麼這個計算出來 就是算出它的SS Treatment SS Arrow SS Total 那麼這三項裡面呢 應該只要我們計算出 其中的兩項就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三項呢 這兩項加起來 等於這個 就是這個SS Total OK 好 然後我們呢 有了這個以後 就做它的Db of Freedom OK Db of Freedom呢 有K個Treatment 所以這邊是K-1 這個呢 每一個Treatment裡面 有N-1個Db of Freedom 然後有K個Treatment 所以這邊是K-1 這樣子 那麼Total呢 總共有K-1的 各處減掉影子 那你也可以看到 這兩個Db of Freedom 加起來也是Total的Db of Freedom 好了 然後有了Summer Square 跟Db of Freedom 以後 用這個Summer Square 除以自己的Db of Freedom 你不要亂除喔 不要這個去除以它的 沒有道理 就近就可以了 好 除自己的 除以自己的 不要假蛙來畫蛙 這是看自己的就好了 好 除以MSD 這兩個 那這個我們通常都除 好不好 這個通常都除 那只要除這兩個 除出來了以後呢 我們就算它的F 算F的時候 就用這兩個數值呢 來相除 記住在這裡的時候 請你永遠把MS Treatment 放分子 這個放分母 出來了以後呢 我們就怎麼樣子呢 就是這個F值 就有一個數值出來 對不對 這個數值出來了以後 就怎麼樣子 你就去查表 查F表 Db of Freedom是多少呢 根子分母的Db of Freedom 分別看 根子是MST 就看MST的Db of Freedom 分母是MSE 我們就看MST的Db of Freedom 所以去查F表 查誰呢 查誰 查誰 K-1 跟誰 KN-1 Db of Freedom 查那個表 所以這個表 查出來的時候 是表示說什麼 我把我的R碗 這個機率 全部放在右尾巴的時候 這個Db of Freedom 是K-1 然後KN-1 的這個F值 然後呢 查出這個值了以後 我們的 所算出來的這個F值呢 假如落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就說怎麼樣子 就是 這個 所來自這些族群的MU值呢 這K的MU值 至少有一個MU值 跟其他的MU不一樣的 這樣了解嗎 那麼假如落在這邊 接受的範圍的時候 我們就說怎麼樣 這些MU是相同的 這樣了解嗎 那當然 Type-1-R Type-2-R 是一樣 你假如落在這裡的時候 就有多少 小於R 落在這裡呢 就有Type-2-R 但是呢 機率也是大 所以就做完了 那 A式的步驟是這樣子 那我現在要把這個觀念 再重新幫大家理清一些 這些都是數學的觀念 對不對 我們從頭一直 就是覺得很好奇 對不對 我們要做平均值的不同 說什麼說什麼 一直弄到Varance來了 了解嗎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幾個 幾個獨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呢 怎麼搞的 弄到Varance 這樣子的一個Variable 跑出來 然後呢 用了什麼 兩個S平方來相除呢 什麼意思呢 這樣的數學 到底代表什麼樣的觀念 我要把它列成一個觀念來告訴你 所以從此以後 當你看到你的數據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用了另外一種眼光 在看它 什麼樣的眼光呢 我們是來把數學的變成觀念來看的 好 假設 我們還是要回來做Varance 篩走不同的飼料 歐羅肥 豬胖胖 豬胖胖 還有一個是什麼 豬圓圓 對不對 三種不同的飼料 然後去養小豬 這邊找了五N很多小豬來養 我老師說不能偷懶 所以每一個N要多一點 重複要多一點 照樣講的 養出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算它的Y bar 對不對 歐羅肥的 豬胖胖的 豬圓圓的 好 然後呢 我們主要就是從這些群君子 要來說什麼 要來說 歐羅肥養的這些所有的 假如同樣來養這些豬的的話 同一種豬的的話 那麼它的增重是怎麼樣 它的N是怎麼樣 小是N1 那麼 豬胖胖呢 養出來的族群的 小是N2 那麼 豬圓圓養出來的族群的 它的增重呢 假如是 平均值是N3 的話 那我們其實是要 從這幾隻小豬 譬如說 我養了十隻小豬 這個結果 當作是樣本 比如這個樣本的 平均值 要來評估說 它去養這個 同樣的 所有的小豬的時候 那它的N是會怎麼樣 對不對 那個觀念上 是這樣子來做 如果 假設 你養出來的 你的結果是這樣 歐龍肥 養出來的是 平均增重1公斤 豬胖胖 養出來的 平均增重是多少 12公斤 豬圓圓養出來的 平均增重是8公斤 這樣子 好 你就覺得怎麼樣 他們的平均值 這是樣本 對不對 要知道樣本跟μ 是有差距的 對不對 好 但是你要從樣本的外棒 來決定說 這幾個的μ是不是小豬 你想說 好 那我出來這樣子的外棒 它是不是一樣呢 表示μ是不是相同 你們會覺得怎麼樣 這三個飼料 養出來的小豬增重一樣嗎 就說老師 那個有一個是12 然後那個5很小 我覺得喔 你這樣來看 那個μ可能是不一樣 對不對 你就從這個 挖大的大小 你要來說 它的μ是不是一樣 好 這樣子 你看起來 你可能會這樣覺得 那假如呢 有另外一個人做出來的結果 是這樣子 7 10 多少 還是一樣 8 你覺得怎麼樣 就是說 這個7跟10 還是差很多喔 然後呢 看起來還是至少 它的3公斤 3呢 是什麼樣 這個將近50% 那看起來可能 平均值還是不太一樣喔 那想說另外有人做出來是這樣子呢 8 9 8.5 8.5 你說怎麼樣 喔 你有一點動搖 這樣子 說不定是一樣喔 平均值差不多是一樣喔 是不是 那你 你怎麼樣再看說 這三個y bar呢 到底所代表的μ是相同還是不相同呢 你看的是什麼 它們之間的差異到底差了多少 那它之間的差異差了多少 你怎麼樣去評斷呢 你怎麼樣去評斷 這個是不是代表著它三個的μ是相同呢 這三個的μ是相同呢 還是這個呢 這個能不能說是它三個的μ是相同呢 還是要到這個才算是它三個的μ是相同呢 你怎麼樣決定說 這個三個μ在這裡 高高低低的數字 就是代表著它的平均值是相同或者是不同的呢 你怎麼樣來決定 怎麼樣來決定 還好有一個什麼東西 有一個叫random error 什麼叫random error 我在同一個大家 這十隻小豬都給它同樣的飼料的時候 然後呢 這十隻小豬的數字一樣嗎 出來的增重一樣嗎 不一樣 飼料都一樣的時候 這十隻小豬出來的那個數值是不一樣的 這代表什麼 random error 就是amse 是代表random error 這個就是代表random error 了解嗎 我在同樣的一個treatment之下 我這個之間呢 還是有所不同的嘛 在同樣的treatment之下 我之間還是有所不同的嘛 這個不同就是什麼 random error 我造成的不同 所以 什麼樣叫做 我給它不同的飼料的時候 它的mue是不同的呢 什麼樣狀況 欸 我要看我這個之間的差異 是不是大過什麼 我這個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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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還叫做什麼 它們之間的不同 不是random error的差異而已 是有著這個飼料的不一樣的效應 所帶給它們的不同 這樣了解嗎 那什麼叫做它們之間的差異呢 就是什麼 我看這幾個平均值之間的變異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是YI-Y88 這樣子的變異啊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做的 是不是這樣子 你間的 是不是這樣來做 然後再把YI再放進來 是這樣子啊 是不是 所以 這個是主間的差異 也就是說呢 我在看 什麼叫主間的差異 就是 我這幾個平均值之間的差異 或者是它的差別 是怎麼樣 要更大 大到什麼 要比我在同一組之內的 這個差異 來的大很多的時候 我才認為說 這幾個之間的不同呢 是 是怎麼樣 有受到特別的這個 treatment的效應 所以造成它不同的 了解嗎 那假若呢 我這個之間的不同 也跟什麼 跟我這個同一組之內的這些的 組內的這個變異 是差不多的不同 差不多的差別大小的時候 那這個不同只是怎麼樣 Random error的不同而已 所以呢 就沒有什麼 沒有因為它是接受了不同的飼料 所以造成的不同 了解嗎 所以觀念是這樣子來的 為什麼你要看它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 是不是相同 是用什麼 用它的變異來看 為什麼 因為你要決定說 這樣的差別 是不是叫做μ是不同的 這樣的差別要夠大 大到什麼夠大呢 大到比這個Random error 還要來的大的的時候 這樣的差別 才是夠大的 才是由於什麼 Treatment的不同 所帶來的不同 那否則呢 這些差異 這些變動 也只是像 像Random error 這麼大小的的時候 那這些差異 就只是Random error 造成的差異而已 它就不是什麼 它就不是因為飼料不同 然後造成它的不同 這樣了解了嗎 觀念上可以了嗎 所以為什麼它是什麼樣子 它是AMS Treatment 去處理AMSE AMS Treatment 它在那個意義上 它其實就是代表的是什麼 它是來估計什麼 估計這個地方 就是Random Error 剛剛我的Sigma平方下面 沒有加一個A 加一個Error 它其實就是Random Error 然後再加上一個什麼 N的這個μ的差異在這裡 然後呢 MSE它其實就是來估計什麼 純粹的Random Error 這樣了解嗎 可以嗎 所以為什麼 μ的相同不相同 要用Varance 來的這個App Test 來做Test 那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呢 每一次你做Anova做完了的時候 你要去看的是什麼 你不要一下子就把這個數據 就送到電腦裡面去 就去幫你算東算西 給它算出來 請你好好的端詳一下你的數字 看什麼呢 看什麼 看門道要看什麼門道呢 看看說 欸我每一個Treatment之下呢 我的這個變異這些數字呢 的差異有多大 這叫做阻內的差異 然後呢 這個阻內的差異跟我這個平均值之間 這個差異比起來 是不是這些差異比起這個差異來的大了 你了解嗎 所以做實驗的時候要怎麼樣 想辦法讓Random Error要降低 什麼叫降低 就是我們所取的這些材料 盡量的比較均勻 體異度沒有那麼大 電力沒有那麼大 然後呢 要做實驗的時候 自己做實驗的技巧 也不要再增加一些 不必要的ERROR進來 這樣了解嗎 所以想辦法讓 你在同一個Treatment之下的 這些數字的變異比較小 就是什麼 MSE比較小 MSE比較小的時候呢 這個MSE Treatment 除了MSE 這個F才會大起來 所以你才比較容易可以偵測出來 這個之間的不同 了解嗎 才會很大 所以假如我們一做呢 實驗技巧也不好 該用公分量的 結果你用公尺去量的 然後讓它這個實驗做出來 變異很大的的時候 這個變異很大 MSE很大 這個值大起來的時候 怎麼樣 這個一除F值就小起來 怎麼樣就看不出來 這個平均值之間是有變動 有差異的 這樣了解嗎 整個實驗的時候 怎麼樣 從數學裡面 你要學到觀念 是怎麼樣 我的N要放大 所以呢 我這一個值可以 比較sensitive 得出來 然後呢 怎麼樣子 我要想辦法 讓我的MSL要小掉 了解嗎 那當然 N越大的人的時候 這個 你不要Feeder 比較大的話 這個MSE也會比較小 OK 所以呢 是 那 Vanway or Nova 就是這樣的一個觀念 那這裡有沒有問題 我們觀念講完 要回來面對現實 所以怎麼做 我們計算 接下來要教大家的 就是怎麼樣 我們要把這三個 算出來 三個算出來以後 就可以來做了 就可以得到這個值得 到目前為止 觀念上 有沒有問題 它的數學 導過來 是這個 導出來 是這個樣子 但是要把數學 變成是你的觀念 所以你知道 怎麼樣來看你的數據 OK 可以嗎 可以的話 我們就繼續下來 所以接下來 我們要做的 就是要把這三個SS 把它算出來 那其實只要算出 其中的兩個 假如沒有算錯的話 第三個就一定是出來了 好 那怎麼樣來算呢 我們會用這個公式 先把它倒一下 然後呢 接下來再舉例子 給大家一起來做 所以 我們大概 看看 Runway ANOVA的格式 數據的格式 的排法 大概是這樣 例如說我幾個 改變 例如說一二三 類是這樣 或是三個以上 都可以 好 我這邊有每一個 叫做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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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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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的SS Treatment SS Total SSD 都是用YIJ 中間的柱子 叫YIJ 對不對 我們原來用的都是 用平均值在做 用平均值在做 我們再把這個SS 稍微複習一下 SST Total 是怎麼樣 總共的Summa Square 變異是什麼 是最小的 剪掉最大 最基本的這個數字 叫做YIJ 對不對 剪掉最高階層的那個 Y... 之間的變異 用這個來看 Total的變異 所以SST是什麼樣子 很容易就寫出來 YIJ 剪掉Y... 是最大的 Z從E到N I從E到N 這個 這個是這個 另外還有什麼東西呢 SS Treatment SS Treatment SS Treatment 是什麼樣子呢 是看看每一個 Treatment的 平均值的變異 所以用誰 這個平均值 來跟這個 總平均值 之間的差異 所以呢 只看這個 這個 之間的 好不好 這個項 所以 它在做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 只有I的這一項 所以 Z從E到N的話 其實相當於N個 這樣子 對不對 這個這樣子 沒有問題吧 所以是 Y... 之間的變異 所以用Y... 剪掉Y... Treatment S... 是看同一個 Treatment 之下 這些數字 為什麼有所變動呢 這個是看什麼的 Y... 剪掉 自己的平均值 每一個都剪掉自己的平均值 自己那一個 それで平均值 Z從1到N,I從1到N,就是這樣 所以SSE是在看這一個跟它自己之間的差異 所以等於是什麼? 從最低的到最高的變異叫SSTOTAL 它分成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是什麼? 從最低的跟自己的這一階層YBAR的差異 這個叫SSE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平均值跟YBAR之間的差異 等於是這樣子一個變成這樣兩階的意思 明白嗎? 所以把它放在你的 把這個圖像放在你的寶字裡面 所以SSTOTAL是看著每一個最基本的觀測值 跟最高的平均值之間的差異 那SSEERROW就是什麼? 我自己的這一個觀測值 每一個最基本的觀測值 跟我這一組的平均值之間的差異 這個都要跟自己這一組之間的差異 這是第一階 爬了一個階段到一個階層這邊來 然後呢 從這個階層要再爬到這個階層 就是什麼? SSTREATMENT 就是這裡 了解嗎? 所以它這個等於是爬了兩階 最低到最高 然後呢 SSEERROW是爬了一階 從這個到戴一個帽子而已 然後SSTREATMENT 是從這個一階爬到兩階來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分成兩個階段 爬一個叫做SSEERROW 一個叫SSTREATMENT 好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公式 改頭換面一下 因為這個公式不太好算 為什麼不太好算呢? 這邊都要用平均值來算 對不對? 在這裡面的數值都是一堆的平均值 這個也是平均值 這個也是平均值 都用平均值在那邊算來算去的時候 很多的時候小數點很麻煩 還有呢 有時候小數點還除不進更麻煩 所以我們要把它改頭換面 換成是什麼? 用TOTAL來算 什麼叫做TOTAL? 1AJ 沒有辦法就是他自己 每一組的平均值 我們要把它換成每一組的核 有沒有 T1、T2、T3點 有沒有 那這個點也可以省略 不講 這樣 然後呢 總共的平均值 我們要換成總和為TOTAL來算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平均值拿掉 都變成TOTAL來算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算了 所以我要交給大家這樣的式子 所以我們怎麼樣子把它從平均值 轉換成為TOTAL這樣子的一個數值呢? 那第一個我們就先來看這個 很容易的話 你只要什麼? 我的YFAR呢? 其實就等於什麼? 我的YFAR是不是等於 這個平均值的平均值 除以TOTAL共有KN的數值來的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解開來 所以是什麼? YIFAR的平均值 減掉什麼? 加上YFAR的平均值 然後減掉兩倍的YFAR 等於上YIFAR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這個當然 這個都是B等於1到Ni等於1到K 自己把它寫上去 可以吧?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來換了 所以總共呢 每一個數值 我可以幫起來 可以從B到Ni 從B到K 然後加上 把這個YFAR呢 換掉了 YFAR用這個 換掉 好不好? 用湯換掉 用湯換掉了以後呢 所以就變成什麼? 有幾個 這邊其實是有多少 KNYFAR 對不對? 這是不是KNYFAR KNXYFAR 等於KNG的平均值 有沒有問題? 然後減掉這個呢 2XG KNX上 後面這個等於多少? 是不是鬼頭頭 把每一個數值都加起來的話 是不是就是回到老鑡 哪邊看不太懂呢? 可以吧 好 所以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yiz的平方加上 kNg平方 減掉 這個是什麼? kNg平方 好嗎? 這邊為什麼存在? 這邊有z的e到ni 從1到k 這個都沒有ij的符號 所以就是kNgY88的意思 了解嗎? kNgY88的平方 kNgY88的平方 所以這個寫出來就是 yiz的平方 減掉 kNg7平方 那沒有問題 所以已經把它變成的是什麼樣子? 用hoto來算 hoto來算 hoto來算 可以吧? 好 所以的時候呢 我們接下來 再來看下一個 SS treatment SS treatment 那你的觀念要看誰? 是屈特倫的平均值之間的變異 所以呢 就用這個一階的減掉兩階的 然後把所有的把它合起來 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什麼? z從1到n i從1到k 我們剛剛講過 這樣子的時候 z從1到n 大家都一樣 所以 N被N的i從1到k yI減掉y88的平方 在這裡呢 要把兩個東西 兩個有畫的 都換成 都換成total 就是這樣 我們用這兩個呢 等一下要來取代 這邊的 然後把它換過來 以後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把它換一下 我們把這個正碗 再修習 好嗎? 所以下面 這邊把它拆亮 來 所以y bar等於什麼? 這個對不對 所以 n分之7i 然後減掉 y bar bar是什麼? 就是n 從1幾乘的平方 這樣 把它換掉 取代一下 那這個是 i等於1到k 所以呢 繼續下來 n倍的 把這個平方放進來 i從1到k 所以呢 是n的平方 然後呢 pi的平方 有沒有問題 第一項 然後呢 加上第二項 是什麼? i從1到k 就是什麼? pn的 g的平方 pn的平方 pn的平方 第二項的平方 然後減掉 兩倍的 是什麼? pn的平方 pn的平方 第二項 還是一樣 i從1到k 對不對? 第二項呢 什麼樣子? 有k的 幾平方 所以呢 k的 b平方 所以 k n的平方 減掉 減掉 2倍的 這個 什麼意思? i從1到k 出來的 是表示什麼意思? 2倍的 k n的平方 所以 這邊呢 乘以什麼? n的 g 所有的ti 把它加起來 是不是又等於 為total OK 所以就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邊就變成 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這樣來看好了 k n的 平方 兩倍的 幾平方 OK 那這一個呢 是多少呢? 這一個是 就變成 k n的 平方 幾平方 我們先看 後面兩個就好了 可以嗎? 後面兩個是 這樣 把一個k 消掉 變成 k2平方 1平方 這個呢 這個 kn平方 1平方 所以這樣子一弄的話 就變成 減一個 減一個 減一個這個 對不對? 就沒有掉了 可以嗎? 然後 前面呢 這個 這樣 可以嗎? 前面就變成這樣 這個樣子的時候呢 很容易 就把它做出來了 n分之 什麼? 什麼? 這樣子 你把它 記下來 等一下它 我教你 怎樣它的公司 導出來了之後呢 要運算 它 就叫做 要很容易的就想起來他怎麼做 很容易的不用背 不用特別去背 他自然的就丟到你的腦子裡面去 住在那裡了 要變成這樣 所以我先把他弄出來了以後 等一下就教你什麼樣子 把他丟到你的腦子裡面 把他寄出來 好,我們在這裡先休息